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目前比较大家常知道的就是有三个减碳的目标 一个就是巴黎协定 那每个国家呢他们承诺会有一个减碳的目标 也就是国家的一个政策目标 那第二个呢是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的减碳目标 也就是永续目标 那另外第三个呢是2050年哦 要来净零也就是无碳的一个目标 那这些目标听起来光听我这样讲 是不是觉得相当的硬对不对 但是呢我们怎么样让民众呢 能够认知到说这些的目标其实跟我们都是息息相关 为什么因为地球只有一个 我们都生活在这个地球上 当气候严重的一个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得不主动的来去执行这些目标 然后好好的保护我们这个地球 让我们都能够安全平安的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 那关于减碳这件事情 到底我们一般民众可以做些什么呢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跟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一起来关心这个议题 那么首先呢来介绍参加今天节目的几位来宾 第一位介绍的是台湾低碳社会与绿色经济推广协会的理事长 同时呢也是我们台北大学USR计划的主持人李建民教授 教授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在介绍的是我们北大测进会低碳社区推动委员会的执行秘书江光华 你好 大家好 我是北大联合测进会低碳社区执行秘书 是在介绍的是非常我们关心我们的环境 我们的新北市议员洪家军 家军好 主持人还有我们所有的就是与会的教授还有伙伴 还有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欢迎三位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守护我们的地球 那大家其实可以从我刚刚开始介绍的这些内容 我其实对民众来讲甚至包括我来讲 我都觉得那是个蛮艰涩的事情 但是我发现一件事因为包含了我这几天最近看到了一个大陆的一个综艺节目 其实里面有提到探权这件事情 在综艺节目里面他们也在推广像大陆这么大的一个 其实对环境造成伤害也蛮大的一个国家对不对 但是他们其实也开始重视到减碳这件事情 然后也有提到探权这两个字 但是呢对民众来讲可能这个议题真的太过的一个深奥吧 那我们怎么样用这个浅显易懂的方式来让民众来了解 今天就靠三位了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首先我想先请教授 大家一直觉得说我们地球面临到非常重要的一个环境的威胁 那可是民众对小老百姓来讲 他其实就是生活 他可能感受不到那样的压力 顶多就是哇怎么突然下那么大的雨 或者是呢明明不下雪的地方也开始下雪了 那对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是不是请教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到底我们地球面临到什么样的一个威胁 是谢谢主持人 因为我们人类的不断的经济发展 还有人口不断的增加 所以我们日常生活的食衣住行都必须要去被满足 所以在这里就会产生很多的生产活动 那这些生产活动它就必须要去使用很多 我们地球所蕴藏的一些资源 包括我们现在用电 比如说用到天然气 用到石油 用到煤炭 这个都是地球的资源 另外我们因为要经济的发展 所以我们不断的要有一些建设 那包括建筑物 包括工厂 所以我们很可能会去用到我们一些森林 所以会去砍发 那这些本身呢都本来是整个地球 它的一个物资 一个自然的资源 那因为我们开采了 所以它就会有浩劫 那有浩劫的话呢 那么它本身的功能就会薄弱 那再加上我们因为把这些资源换成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一些用品 那这些用品我们使用的时候 可能会对水会造成污染 可能会对空气造成污染 包括温室气体 这对全球造成的一个损害 那另外很可能很多废弃物 我们都需要去做处理 所以这些我们都称为是叫做地球的负荷 那地球的负荷 我们通常那么比较简单的用语 就是说我今天地球有多少面积 可以提供我们整个经济活动跟人类的承载 那我们如果所使用的这个负荷 超过地球能够提供的面积 那我们就称为地球就超负荷了 我们一般称为这叫生态足迹 那就是简单讲就是我们需要的地球的土地面积 那按照目前全世界的一个统计 那么比较权威的机构 大概人类这样的一个经济发展 如果把1970年当作我们整个经济活动的一个标准年的话 那假设就是用一个地球的角度来提供我们所需要的经济跟活动 那到现在应该这个地球已经超出1.5个地球了 也就是它的所有的负荷已经超出一个地球能够负担 可能又已经超过了0.5个 那其中最严重的就是我们产生了一些碳排放 那这些对整个地球产生了一些极端的气候 就刚刚主持人提到了 可能就会要么就很冷要么很热 要么就不下雨要么雨就下很大 这个对我们的生活还有我们的一些生命财产都可能会造成伤害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现在整个地球所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 是也就是说当我们希望能够生活过得更好 生活过得更便利的时候 但相情之下我们其实是去伤害到了这个地球 对不对因为很多东西可能它就是需要工厂啊 然后去燃烧啊去制造出来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多多少少都会产生一些 可能环境的一个伤害这个部分 那请教家居呢 你对这个地球面临到的一个危机 你自己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说真的哦刚刚主持人在跟那个礼教做对话 我第一个想到就是垃圾 垃圾 还有塑胶 是 对 对 所以它真的是图一个便利 所以我刚刚也瞄过去 你看教授人家随身带的是什么 保温品就带着 我也有带哦在我车上哦 是 因为我知道来到这边必须要涂掉市值 我们有供应水 因为我来很多遍嘛 那再来呢 其实就好像我们在议会当中啊 我们现在在谈SDGs 包含嘉峻身上这个mark 标章 我也是随时在提醒自己 在我们接触到每一个人 包含民众 包含跟我们来澄情的 就像今天下午啊 嘉峻也在议会当中安排了一个团体 它是跟产业绿能相关的团体 来跟我们党团所有的议员来做对话 因为接下来我们有个自治条例 要谈的就是新北市 气候变新的 因应的一个自治条例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说 问题在那边大家都知道 对 因为人类 我们就是有这样一个需求 然后再加上 真的太方便了 那再加上工业发展 各方面的 所以太多的问题等着我们去解决 所以如果每一个人呢 就像教授今天 包含我们协会这边来到这里 大家共同其实是广义 更重要是什么 化成行动 我觉得行动太重要了 而且随时留意就是说 你身边所接触到的人事物 置入这样一个SDGs的概念进去 我相信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不一样的一个你知道变化 所以像教授今天所讲的 就是你刚刚已经提到了 生活当中 哪一件事伤害地球的一个行为 像你那样塑胶 十一住行日 其实多多少少你产生出来的一些东西 如果说是过多的一个包装吧 过多的一些负荷其实都是伤害到这个地球 对不对 其实我们可能就是涂个方便 哪个塑胶带多方便啊 对不对 你看去买那个手摇杯的 那一天产生多少的一个塑胶杯出来 所以包含了现在台北市 已经开始就是饮料店 一定要是纸杯了 已经不能是那种塑胶杯了 对不对 所以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有很多事情是我们可以去做的 就是改变一些习惯 就连同我们现在喝的这个杯子啊 它有没有可能是recycle的 有 在我们音歌就有什么 代声持 对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对 不只是既有的东西而有 还可以在想 它还可以怎么样 更简单 是 那请教这个光华 就是说 其实现在测进会也慢慢的 也开始在重视 社区哦 社区协会其实也开始在 重视这样的一个议题 对不对 那是不是也来跟我们谈一谈 就是说 在生活当中 就你所看到的 你觉得哪一些 其实就是在破坏一个生态的一个平衡 或者是说呢 呃 我们一些错误的行为 其实真的会造成一些 气候的一个危机 那其实哈 我今天会被 呃 推卸来 其实是因为我 大概有 20年 嗯 之间 我都是用 有这样的概念 在 从事一些 社区的一个活动 是 包括大概10年前吧 办的那个 走路节活动 他其实我们就是在提倡一个老龄化社会的 呃 我们多运动 哦 啊 少用这种 呃 石化燃料的交通工具 哦 那 呃 若以刚刚 议员讲的那个 哦 那个垃圾处理问题 其实 呃 我所知道的 很多社区大学哦 是 他们都有在 呃 办那种 呃 饮菜共生的那种 农业班 哦 他们其实在减少厨余 是 那像中南部或者是像云林 他们 是 县市政府是跟社区大学结合在做那个 呃 那个 黑水盟 哦 帮清洁队去处理那个 厨余的问题哦 哦 那 呃 事实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哦 呃 其实它必须是一种潜移默化的 然后跟呃 呃 自己生活厉害 有相关的哦 哦 来 来才可能去改变我们的行为哦 那这个改变行为过程中 其实呃 呃 像我们 台北大学这种比较 学术专业的一些概念的东西 其实应该是让普罗大众多明白 哦 因为我接触的最早那时候 呃 呃 政府在2006年07年 哦 就各式县市县市政府有设那个低碳中心 嗯 然后但是那时候概念太简单了 其实就是关灯拔叉头 其实我都那时候就觉得很很 太浅了 是是是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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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翁林 所以呢呃 我的实践过程里面 因为有太多被车经会他们看到 或者是他们常常被我念 啊 所以哦 我就说 我有点报应的 就是常常念他们 他们就把我推出来 好啊 然后你来做 哈哈哈哈 就交给你了 是 对对对对 那事实上 我觉得还有很多呃 呃呃 观念上概念上 其实是可以结合呃 呃 呃 供与师协力共同 来一起做的事情 哦 那甚至有激发出更多的创意来改变 哦 比如说 呃 其实我刚刚呃 呃 在过来的过程中 我其实就会想到说 咦我们那个U-buy啊 大家在鼓励骑脚踏车啊 那可不可以在公园在社区设计那种 他可以踩着运动 但是他不 好发电 对 然后不是他可能有 比如说我老是看到那个里长的那个很多LED灯啊 哦 就装在那个很显眼的地方 对 但是有时候大白天我觉得好浪费电哦 嗯 然后我也觉得好丑哦 啊如果说那个把他设在公园或设在那个让民众去用悠游卡消费 同时他运动 哦 然后里长要鼓励 如果说呃 好几台一起踩的时候 他的那个呃 声音宣导的灯才会亮 哦 那我都觉得那也帮悠游卡公司去创造一个新的业务 嗯 那种种哦 甚至还有呃 我一直在诉求的那种地方学哦 你越是理解地方的地理生态环境的那种甚至风力 都可以结合在我们的生活或者是学习过程中 嗯 是 所以其实你像你刚刚讲的其实呃 应该是说政府很早之前就开始启动了环境保护这个议题 只是说因为一开始你跟民众讲 他可能觉得哦这问题他可能没有切身的感受吧 所以像早期的什么碳中和啊 然后像你讲的什么低碳中心之类的 只能从一些浅显的一些行为比较简单的 就是关灯拔插头至少省点电吧 对不对 或者是中午关个一休午休时间关关电呢 也是节能的一种 其实他是方方面面啦 只是说呃 不像现在感觉是很急迫 所以像以前听到的所谓的碳中和之外 现在又开始有什么碳足迹啊 有碳泉啊 还有负碳等等的一些名词都出来 那当然这些名词我想先提到这个教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就是说因为现在这个 简碳这个议题是全球的议题 但是大学竟然也是你们的责任 叫那个学校的一个责任 是不是先来讲一下你接这个案子的一个原因好不好 是谢谢主持人 因为整个全球的各种环境问题 其实是先从企业的社会责任 在全球来推动叫CSR 那慢慢的 那么这个大学 因为他负责的除了是这个教学以外 那么社会服务也是很重要 所以也鼓励大学呢 那么走出去大学之外 也就是所谓的大学社会责任 所以当时 因为台北大学 那么要去推动这个大学的社会责任 所以去起了好几个计划 那其中有个计划 就是我这边来进行 那我们希望就是透过大学的一些 过去的一些学术的一些研究 那怎么样去把它实践在民众的生活上 所以我们当时就开始启动了一个 大学的社会责任 那它的主题就是 所谓的低碳的社区 以这个气候韧性的社区的一个实践 那当时也就跟了 这个全家便利商店 那开始来启动一个 我们称为叫做负碳的商业模式 那这个其实是最早源于 在2019年的时候 那当时这个新北市 有一个省育市的预算 那那个时候希望 我们一些这个社会各界来提案 所以当时呢就去提了一个 跟英哥陶艺品 那么合作了一个 这个负碳的商品 这个陶艺品的制作 它的碳足机 那这个碳足机呢 就是要从它的原物料取得 到它最后的制作 到最后的销售 甚至还要包括它最后的 一个废气物的处理 这过程呢都需要纳入到 它的碳排放的计算 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一个名称 叫碳权 那这个碳权指的意思就是 我们透过一个减碳的活动 或者投资 那产生的这个减碳 把它的减碳量保存下来 那让它有价值 那这个一般我们就称为碳权 所以这个碳权代表两个意义 一个就是它一定有某一个方面的减碳 那那么相当于减了多少碳 所以你有多少碳权 那这个碳权呢 就是让你来使用 那可以去抵减别人的一个碳排放 所以它会变成是一个有价值的 所以我们就在过去呢 就是去到购买了 在台湾苗栗风力发电 产生了一个碳权 那把这个碳权呢 那么拿过来抵消掉 这个猫头鹰的这个制作的一个碳排放 所以就不但让它变成碳中和 碳中和就是它的碳排放 跟它的碳权抵消是一样的数量 那如果碳权的数量比较多 那还有超过的话 那就代表它本身呢 就有负碳的一个意涵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起步 那慢慢的跟全家合作 那到台北大学的UASA 我们就来推动跟民众在日常生活里面的便利商店的一个负碳 那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负碳 让消费者去购买这样的一个负碳的商品的时候 那我们把它定位成就是有一个所谓的低碳的行为的 这一个活动 这个大概是我们希望透过整个大学的一个研究的这个量能 然后能够去把它普及到或者是扩及到跟大学周边的一些邻里民众 在他们的生活上协助他们去实践这个低碳生活的转型 所以这大概是当时我们去推动这个台北大学的UASA的一个很重要的来龙去脉 所以其实企业有企业的责任 大学也有大学的责任 那我想说再请教这个家君 就是其实刚刚教授这样的一个分享 会觉得说那其实生产方也就是说可能企业 他会造成气候影响是比较责任比较大 对不对 因为他必须生产因为他要赚钱 所以他可能会需要大量的一个碳排放 对不对 所以呢他必须 他要去买碳权 那其实碳权好像大家会觉得说 我就是花一笔钱 我去花钱买就有 但其实不是说应该是说他花钱 然后去改善所谓后面他能够尽量减少碳排放的这件事 对不对 来我举例一下 我还记得有一间厂商 我就不讲名字了 他就遇到他有污水 他没有办法妥善处理 那有时候会有超标的问题上上下下 再加上可能他的工作人员操作上的一个状况 所以呢他才真的去了解到原来他的问题有多大 那往往他们最担心的不是罚款 各位大家都以为就是说可能厂商怕被罚款 所以来找议员错了错了 现在已经不是那样子了 他们担心的是什么 接下来他可能拿不到订单 因为他接到可能有些国际的厂商 像Apple啊或者更你知道啊 Google啊那些的一个相关的订单 他在意的就是说 当他这一块有一个污点的时候 你知道啊上面就不会给你订单了 他最担心的是这一块 所以呢我们这边也就是就是 环保局他们不是只有开打单这件事情 还会协助就是说我们这些中小企业 做很多的一个在执行面当中可以做了一些改善 就像刚刚教授有提到的 制作过程当中 生产过程当中销售过程当中 一直到废弃物的处理 这些啊其实都牵涉在里头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也让企业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 因为对他们来讲 这就是我的企业我的饭碗啊 牵涉多少家庭 所以他们那样的一个急迫性迫切性 其实比一般民众高很多 所以我反而觉得说在那一块啊 因为规定在前 因为他的订单这个必要性啊 所以他反而愿意来接受这样的一个改变 我觉得最难的反而是一般民众 因为没有那个迫切性 对啊他比较感受不到 但是对企业来讲 他们是能够迫切的感受 我没有订单 否则我可能就没有办法在这边继续很顺畅的生产 是所以减碳这件事情来讲 对所有的企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那我再请教这个教授 就是说刚才我们讲的碳权 就是那个碳权是怎么买 企业怎么来去买那个碳权 是不是可以再更清楚一点 他买的到底是什么 感觉两个字很空 但是有没有比较实际一点的东西 是我想先回应刚刚我们这个议员提到 这个企业的 他的面临的这个减碳的压力 其实这个就来自于刚刚讲的这个供应链 所以这个供应链的这个力量 让这些厂商 因为台湾大部分都是中小企业 都是我们很多大品牌的供应商 所以这些大品牌的厂商都面临了很大的责任要求 所以他会从供应链这方面去要求 所以那么对于一般的企业来讲 那么他在做这个因应这个减碳 大概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就是他公司内部要想办法去做减碳 那就台湾来讲 目前在一大企业 中小企业当然会比较便宜 以大企业来讲 如果他透过他公司的一些制程 那效能改善可能都需要差不多要一吨减碳 大概是需要差不多6000到7000块新台币 那很高 那如果我们第二种方法大概就是去购买绿电 那么抵消他的用电的这个碳排 那购买绿电呢 那么现在整个要减到一吨的这个量 大概要买2000度的绿电 那所以大概也要花500060007000 大概随着他的绿电的价格 绿震 那所以大概这两个方法 大概都是要500060007000的减一吨 那如果以现在购买碳权的话 大概差不多是600块 就是20块美金一吨 那高一点大概30块美金 就是我们一般在房间买的 那所以从这里来看的话 就是就厂商来讲一样减一吨 那如果他用自己去投资减碳的话 可能这个成本比较高 所以为什么会形成会有碳权的需求 那就是因为他能够去用比较便宜的方式 来达到减碳 很多企业他对减碳不是很专业 所以你要让他去减他就很贵 那他也找不到那个减碳的 那因为这是一个全球的议题 所以你公司减不下来 那没关系 你一样负担 你要花钱 那就别人减你来跟他买 所以这个部分也会让很多有能力减的 他就会减更多 然后他更有效率 那这个对全球来减碳上也会更有帮助 那为了要促进这件事 所以让你减碳的就要产生一个权利 那这个就是刚刚主人问的这个碳权 所以这个碳权基本上就是基于这样的一个 希望你鼓励你减碳 然后要把你的这个价值给它保存下来 所以就会给一个碳权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碳权其实就是类似一张凭证 那它整个过程非常非常的严谨 这个碳权基本上就是透过这样一个制度 那么来触动全世界的一个合作 因为你有碳权这个机制 所以有人捡就可以拿去卖 所以这个从某个角度看 也是一个所谓的国际的合作 所以我这次去埃及参加气候大会 刚回来三个月 那我看到一个氛围是联合国巴黎协定 他们就是希望透过刚刚讲的这种机制 你可以去不用一定要在自己减 包括企业包括国家 你不一定要在自己经营 你可以到境外或者是企业的场外 那么去透过这个减碳 然后产生了碳权 那这个很大的目的就是因为成本低了 刚刚有那三个数据 成本低了 那厂商当然他就愿意可以承担 承诺更高的一个减碳的目标 所以这个全世界就可以有机会 在减碳上就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能量 所以这个也是这个碳权这个机制 那大家一般看不到的一个 背后一个很重要的内涵 它有三个内涵 一个就是你用碳权 可以让你减碳成本比较便宜 第二个促进大家国际合作 那因为这种减碳 因为一样跟我们一般的这个商品 我们知道这个国际贸易都是说 哪边便宜 我们就用哪边的原物料 那么来购买 然后我来生产加工之后 我的成本就比较便宜 我可以卖比较便宜 我就有竞争力 那消费者也可以享受到比较便宜的东西 所以如果我们试想这每个国家都自己的产品 自己在国内生产 你就知道那个产生的成本就很高 一样的碳权也是变成这样 也就是鼓励 因为很多地方像东南亚很多的森林 很多的湿地 那去把它维护 那中南美洲也很多森林 非洲也有 所以如果他们有这种丙付 比较丰富 那那个产生的减碳就比较便宜 那他目的呢 第一个就是促进国际合作 因为减碳你要国际合作 第二个就是成本会比较便宜 第三个可以有雄心 那如果再勉强再讲一个的话 因为他有一个价格机制 所以他会让很多的科技 就会看到有一个好的价格 像刚刚20块30块40块 那他就会去想说 我这个科技减一顿的话 大概会多少钱 所以他就会让这个科技的研发 就开始去进行 主持人提到这个碳权 这个议题非常的重要 那以刚刚回到 我刚刚跟民众这个角度来看 也一样 那因为民众购买的富碳商品 我们在上面就是放了碳权 所以他可以把他的碳权拿到以后 可以去抵消他自己的日常的碳排放 所以也可以让他民众呢 也可以能够去实践 他的低碳的一个生活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量能够扩大 然后用碳权这个机制 因为碳权是真的减碳 然后他产生了一个抵患 这个是一个国际上目前在推动的 其实感觉好像是全球都在吵这件事情 而且我还记得我看过一个报导 就是说就是以开发国家跟开发中的国家 开发中的国家会觉得说 这又不是一天造成的 是你以开发国家之前就已经产生了一些 对你们以前都赚好了 现在我们正在开发中 然后结果我们的压力会更大 对不对 所以其实全球连这个都在吵 那当然这是很大的一个面向 但是回归到我们的社区 回归到我们的日常 回归到一般民众 我们要怎么样来落实减碳 我们怎么来促进所谓的一个循环经济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进入所谓社区 我们要怎么样一起来做减碳的一个这件事情 那我们下一集的节目中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